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长老发育 长老发育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三知识 《妙法联法经》 现在是讲题目 题目有三种 第一经题 第二议题就是翻译人的历史 这两种在前面都已经讲过了 现在本来应当是讲第三品题 不过这个品题可以汇合在今分三分的序分里面讲 现在要先说明今有三分的原因跟它的意义 佛法在汉朝末流传到中国来 从汉环帝汉林帝的这个安氏高自罗加谦 这两位法师把佛法传到中国来以后啊 慢慢就这个弘扬起来 我们经过三国到了梁井 在东井到完法师之前 已经有很多讲经的这个弘法了 但是在那个时候的讲经啊 只是顺著经文 校文十一 没有封科叛教的 那么到了东井 天下师道安 明天师道安 道安法师啊 他讲经 就把经 封为三分 说佛经的一部啊 不管他的字数有多少 经的内容大概 必定都有三分 就是第一是序分 第二正宗分 第三流通分 无论是哪一部经 他必定都具备这三分的 那么最先发明提上这个道理的 就是东井时代的明天师道安 道安法师啊 那么这个 在当时道安法师讲经分三分啊 在当时一般听众啊 尤其一些法师们 是有人反对 他认为一下都没有这种讲法 为什么要这样子飘行立一呢 道安法师说这是有根据的 不是他自己独唱 那个时候有一部论 后来就翻译出来了 就是这个印度的清光菩萨所著的佛地经论 佛地经论里面呢 就说佛经有三分 第一叫做教起因缘分 第二圣教所说分 第三一叫奉行分 明目虽然不同啊 而他的意义跟道安法师说的 续分 正宗分 流通分的三分啊 意义是相同的 教起因缘分 就是续分 圣教所说分 就是正宗分 也是正说分 一叫奉行分 就是要把佛法流传到后来 就是流通分 所以清光菩萨佛地经论的三分啊 就是道安法师的续正流通三分 意义是完全相同的 那么这个论当时经过这个 道安法师的三分提上之后 不久啊就翻译过来 啊 那么大家一看 那道安法师真是有先见之明啊 啊 那么 同时他还有一个提倡 提倡出家人 要跟佛信信师 那么由此 这两样事情啊 就成为一个明堆 所谓分经 雅合于清光 世信 土同一正义 啊 有这么一桩故事 那么 道安法师 东京的世道安 以中国佛教的影响啊 贡献 那是非常之大的 假如佛法传来 没有道安法师 佛法的弘扬情况 啊 恐怕没有随唐的属身 啊 也就是说 如果没有道安法师的话 随唐佛教的黄金时代 未必能够产生 因为他对佛教的贡献 实在是太大了 因此之故 我们说到这里啊 同时也的 呃 知道 道安法师 他的简单的历史 在高山传初级 在高山传初级 就是第一部高山传 啊 平常称为梁高山传 就是南北朝的梁朝 梁朝 梁朝时候啊 有一个慧 慧教法师 智慧的慧 焦 是焦白的焦 白字旁一个焦带的焦 啊 这个慧教法师 他做这个高山传 高山传的第五卷 一开头就是道安法师的传记 啊 根据这个高山传里面的记载啊 道安法师 他在家姓威 就是威生的威啦 啊 姓威 就威氏啊 他是长山伏流人 在东京时代 呃 是一个有名的这个村庄 啊 那么道安法师 就是那个地方人 呃 他的家庭啊 是比较辛苦的 他出世没有多久 还在小孩的时候啊 他的父母都故事了 靠他的外兄 啊 就是他的母亲的 啊 母亲族的 啊 兄弟辈 外兄姓孔的 跟孔夫子同姓的 姓孔的人 由他的外兄啊 掌养他 保育他 把他养大的 那么这个道安法师 到了十二岁啊 他就发心出家了 没出家之前 他就已经读了很多书 啊 他的超人的智慧啊 凡是书门文字 给他看过 看第二遍就记起来 只要看两遍就行了 读两遍 第二遍通通可以过背 啊 那么他十二岁就在附近的一个小庙里出家 因为他的长相并不够啊 啊 这个好看啊啊 啊 因为他是一个小小的体格 又长得黑黑的 瘦瘦的啊 啊 那么所谓貌不惊人啊 啊 他的相貌啊 貌不惊人 而他的师父看到这个小孩 啊 长得黑黑瘦瘦的 一点也没有聪明像 看不出来他是 啊 有多大的智慧 那么因此他的师父瞧不起他 而他出家的这个小庙啊 是有种田的 可见在中国佛教啊 传来没多久 就有这个小庙自己种田生活的这种情况了 所以禅宗的自力更生自己种田呢 那不是禅宗独闯的 道安法师在东京时代 啊 那么大概在西纪的三百几年那个时候 就已经有小庙自己种田生活 道安法师出家之后 他的师父瞧不起他 那么就把他送到田里做工啊 做苦工 天天在种田 那么这样子在田里一工作做了三年 做三年 从十二岁开始一直做到十五岁到十六岁 三年 他一句一点厌言都没有 啊 很乐意的听师父的话叫做 天天都到田里做工 那是等于是普通一般的工人了 做了三年之后啊 还继续再做了一段时间 嗯 那么按照这个高山传里面所说 三年以后又过几岁 大概又过几年了 他心里才想到大概是十七岁到十八岁这个时候 他想我出家的目标啊 就是要学佛法 那么我来了这么久了 师父没有教他一句佛法 他心里就动念头 想今天晚上回去啊 要向师父要求一部经来学习才行啊 那么动了这个念头之后 那天晚上回去啊 工作完了回去 嗯 那么这个所有的事情做完之后 到他的师父呢 啊 葬师去 向师父鼎仪 跪在地上啊 向师父要求 那师父啊 我来这么几年了 师父还没教我佛法啊 我想要读经 请师父慈悲啊 给我一部经给我读啊 哎 这个师父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啊 啊 过意不去了 他来了这么几年 那大概有五六年了 总是他在十七岁或者十八岁的时候了 啊 真的他来那么久啊 都是叫他做工啊 也没有学到一点点佛法 应当给他一部佛经读吧 那么那个时候他的师父就给他一部辩议经 辩议经 辩议经 辩论的辩 啊 心意的意 意识的意 给他一部辩议经 那一部辩议经啊 大概将近五千字啊 啊 这一部经已经是传了 现在藏经里面有一部辩议长者子经 啊 不过这个辩议长者子经啊 呃 那是后来的翻译 啊 不是道安法师所看到的 因为这一部经是原位 南北朝的原位时代啊 才翻译 那么他是在东顶时代 距离他 这个道安法师以后 大概一两百年才翻译出来 一百多年了 那么因此他所读的辩议经 不是现在藏经里面的辩议经 啊 他读的那一部辩议经 现在已经失传了 没有了啊 据说有五千多字左右 而现在藏经里面的辩议长者子经啊 有三千八百多字 这个我看过啊 那么那天晚上他的师父给他这一部经啊 还说了这么一句话 这经给你读可以 功要照做 明天把这一部经带到田里去工作 人家休息 您在休息的时候才可以读经哦 还要照常工作 啊 那么只有大家吃过中饭之后再休息啊 啊 人家在做朽木的时候 他不做朽木 那么他就在哪里呀 读经了 啊 因为他读第二遍就可以避起来 啊 等到晚上回去啊 他又把这一部经还他师父了 他师父啊 这部经请 我请来还给师父 希望师父再给我一部经 他师父说 那我昨天晚上才交给你啊 只有一天而已啊 你怎么又送回来了 他说我已经避出来了 避出来了 他的师父也不以为然 也不用心 好吧 你要就另外请一部去吧 就把那个变异经收起来啊 给他一部成句光明定义经 成句光明定义经 这一部经现在藏经里面还保存 在大政杖第十五册 是厚汉字要所翻译的啊 这个成句光明定义经啊 差不多一万字啊 在藏经里面现在还保存有 我算过有九九千八百多字 不到一万 那么他师父还是照样交代 我这部经接你 你明天带去田里工作啊 还是一样的 休息的时候读哦 那么他把这一部经带去了 带到田里去 还是照样的 休息的时候才读 等到那天晚上啊 回去 祝师做完之后啊 又把这一部经啊 送到他的师父的方丈市区了 又跪在师父面前说 师父啊我这部经还你 希望再接我一部经 他师父一看 怎么我今天给你 比昨天的多一倍啊 你怎么又送回来 你怎么不读啊 他说不是的 我都背过了 哈 你真的背过了 这是要考 要考试了 啊 就在呃 他呃 跪在地上的时候 就把经手起来 摆在桌子上 就叫他背 如是我们一直背下去 一字不漏 将近一万字的一部 成句光明定义经 啊 哗啦哗啦 一直就背下来 比我们的大伯仇还俗 哈 他师父一听啊 吓了一大叫 他师父好难过啊 我埋目人才 这几年来我埋目人才 我罪过无边 这么大的智慧 这么大的 这么聪明的人 我没有好好教他佛法 我让他在做工作了五六年 我怎么能对得起他呀 啊 心里好难过 啊 等到他起来的时候啊 他说 我会你思 你跟我学 学不到东西啊 你明天就到北方去留学吧 啊 北方有福头城啊 福头城和尚 那么是印度西域来的 呃 有神通 神通广大 那么他就到北方去亲近这个福头城法师 福头城 当时人家称他大和尚 啊 不敢说他的名字 称他大和尚 小孩子哭的时候啊 你就要说 不要哭 不要哭 大和尚来了 嗯 小孩子听到大和尚啊 都不敢哭 因为他有神通啊 名气相当响亮 而且这个大和尚很特别的 福头城 福头城啊 他每天早上啊 啊 到河流 旁边呢 有河水很清的河水的地方 他的肚子啊 这个旁边有个洞洞 用棉花摄住的 他把这个棉花拿出来啊 就把肚子里面的肠啊 乌亚通通拿出来 拿到水里去洗 洗洗干净了 再把它装回去 装回去 又把这个棉花摄回去 每天都这样子 呃 这很特别 还有好多神通的故事啊 呃 在神山传里面也有 呃 高山传里面也有 这个不必 呃 因为这是题外不必再说 那么这个大安法师去清静佛徒生法师之后啊 就成为一个 呃 大气 了不起的人才 呃 所以 呃 呃 本来他有 构人的智慧 又加上得到这个 善知识的 善知识的指导啊 那么成就就相当之大了 呃 所以 后来他到各地洪法 因为他在洪法的时间呢 天下大乱 东景末年了 呃 那么北方五福十六国 很乱 呃 那么 他最先有名 那么 呃 这个 差不多整个中国的人都知道有个 道道安法师的名气 呃 经常有几百个学生跟着他学 那么 呃 那个时候他住在襄阳 京州的襄阳 谭西市 呃 那么 学人有三四百那么多 呃 正好这个富坚呢 前行富坚 就是姚秦之前的前行富坚 呃 他那个时候很强 打京州打襄阳 呃 把襄阳打下来之后啊 因为他很爱财 呃 细财如命 那么因此他听到这个道安法师的名 还有一个名人 是世间儒家的名人 叫做习卓池 修习的习 学习的习 卓 卓子 卓子啊 人家做木匠的那个卓子啊 啊 习卓池 池是牙齿 说这个习卓池啊 呃 即便很利 他的辩才很好 啊 跟人家辩论了 你嘴一张开 他就把你牙齿做下来了 有这么一个功能 所以他自己啊 另一个别号 就是习卓池 他专门呢 学习这个卓人家的牙齿 啊 你要跟他辩论 所以一张开牙齿就把他把他做下来了 就是没有人能够跟他辩饮就是了 那么习卓池也在襄阳啊 啊 那么这个附坚就把这两个人当时都挺到了 那么这个习卓池见到道安法师啊 习卓池自己觉得很了不起 他自我介绍第一句话就是说 四海习卓池 他在这个四海当中天下呀 只有我习卓池啊 啊 我的名位最高 我的学问最好 你们比不上我 道安法师一听啊 明天是道安 他自我介绍 明天是道安 你四海习卓池 我明天是道安 那么道安法师的池 他就做不下来了 反而道安法师做他的池了 啊 所以他两个人的名字也成为一个名堆 明天是道安 四海习卓池 父亲把这两位名人都请回到长安啊 他回去就跟大家说 他说我今天去打襄阳啊 得到一人半 记得两方啊 一人半 一个是全人 一个是半人 他说哪里有半人啊 他说我得到道安法师啊 是个全人 是个最圆满的人 全人 习卓池只是个半人 为什么他是半人呢 他世间学问好啊 没有出世间学问 不懂佛法 他没学佛啊 啊 所以这个父亲就说 道安法师是个全人 啊 习卓池只是个半人而已 可见当时道安法师的名气了 那么道安法师当时在长安奖经啊 他就一开始就说这个经有三分 续分 正宗分 流通分 那么当时有些人反对 啊 那么不久啊 大概过了几年 啊 这个清光菩萨所著的佛地经论啊 佛经里面有一部佛地经 佛的地位的佛地经 那么印度清光菩萨 诸解这个佛地经的论 叫做佛地经论 这个佛地经论翻译过来之后啊 佛地经论里面就有这个 把佛经分为三分的说法 教起因缘分 圣教所说分 一教奉行分 那么一比照道安法师的续分正宗分 流通分啊 这个意义完全相同的 因此之沽啊 所以大家就认为 这个道安法师啊 真是有弥天高叛啊 称他叫做弥天高叛 他有先见之明 佛法还没传来 他就知道了 而把佛经判为三分了 永久流传下来 一直到今天啊 一千七百多年了 还是继续在流传 那么后人讲经 没有不一道安法师的三分的 啊 所以经分三分的最先发起的就是 道安法师啊 同时 在道安法师之前呢 中国的出家人 从西越的风俗流传到中国来 有一种很奇怪的情况 出家人跟师父姓 师父姓什么 徒弟就跟他姓什么 例如这个翻译里面的像 之前三国时代东吴的之前 之前他的老师是知量啊 所以因为他的师父姓知嘛 做徒弟也跟着姓知了啊 还有师父姓主的 天主的主 主字下面有个二字的 师父姓主啊 徒弟也姓主 例如主法太 主法度 主道生 这都是跟师父姓 师父姓什么 他就要姓什么了 那我姓成 我的徒弟跟我姓成了 那就变成这个样子 那么这个道安法师 他认为这个没有道理 跟师父姓没有道理 我们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 应当要跟佛姓才对啊 为什么跟师父姓 以师父的俗姓为姓啊 这是不应该有的 那么因此道安法师 极力提倡 他自己就先信师 所以他对于这个 习佐词啊 他第一句就是明天师道安 从他开始信师 当时他提倡出家人要跟佛同性 信师家 简称就是信师 当时也有很多反对啊 也有很多反对的 但是后来啊 正义欧函经流传过来了 正义欧函经翻译过来之后啊 正义欧函经里面有这么四句话 四河入海 四河入海 同一显微 四河出家 同称四子 印度有四大河流 四大河流的水流到海里啊 都是同一个显微 跟海水同一个味道的 这是比方 印度有四性阶级 佛罗曼 插地利 废舍 属托罗 印度的四性阶级 不管他是哪一性阶级来出家 四性出家呀 同称四子 通通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 根据这四句话 出家人跟佛性信誓 有根据的 有根据 那么从此之后啊 就成为定论了 一定的规律了 啊 那么所以就这两样事情 当时成为民队啊 封经雅河于清王 啊 世经托同于正义 啊 他把金峰为三分 很啊 很尤雅的 和佛清光菩萨所著的佛地经论 分为三分 啊 这都是金还没来 他就先知道的 当案法是在了不起 那么他提倡出家人要信师 啊 那么正义欧汉经翻译过来之后 里面就明明有这一句话 啊 四性出家 同称四子 那么从此流传下来啊 中国佛教的出家人通通信师 啊 所以出家人呢 不必写信 只要写你的法名就可以了 因为出家人一定是信师的 多写一个诗字呢 真是多疑 现在人喜欢这样写啊 实际上出家人不必写信 啊 那么在从前呢 大陆一向有流传这么两句话 啊 说 是 不问信 道 不问年 中国有佛教有道教 你碰到 是教就是佛教 佛教的出家人你见到他呀 你不要问他贵信 你问他信什么啊 那就是信类了 哦 没有礼貌 所以是不问信 你看到出家人只能请问他的 啊 这个法名 法号 尊上下 你不能问他贵信 你问他贵信 那就信类啊 哦 这不可以 所以看到出家人是不问信 不能问他信什么 台湾佛教受日本佛教的影响 日本佛教啊 他没有注重这个出家人信信 所以台湾佛教的出家人在日政时代啊 都是还是用俗信 还是用俗信 啊 例如中立元光是很有名的妙国老和尚 啊 他的俗信姓叶 啊 当时都是叶 叶妙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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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叶啊 因为那个时候不流通这个跟佛姓 啊 还有我的师公 如今老和尚啊 他姓陈 那么这个张都斯克的陈如今 啊 因为在日政时代啊 不注重出家人信师 所以台湾的出家人呢 在日政时代都有俗信 都有俗信 一直到光复以后 还有相当一段时间呢 还是有这种情况 那么因此台湾人这种的习惯没有普遍啊 这种风俗没有普遍 这好多在家人不懂佛法的 他看到我总是要问 哎 贵姓啊 那他就问我贵姓 我的姓并不算贵 俗信成 是好这样的 在俗 俗家的姓啊 姓成 但是 你不能说 你不能问我贵姓啊 你问我贵姓就是贾列呦 西列呦 你不能这样子说他 你这样说他 叫他没有面子嘛 那你只好啊 我俗信成 啊 俗信 俗信成啊 不必跟他讨论说你对不对 或者是你 是不是这个没有礼貌 不能这样说啊 一直到现在还有人这样问我 很奇怪的啊 可见这个风俗啊 没有普遍 而 出家人也不懂这个道理 往往自己写 是某某啊 那么这个是实际上不必写的 只要你是个出家人 谁都知道你是姓氏 不必写啊 写法名就够了啊 可是现在人都喜欢这样写 还有加上上下啊 有人写信 结果啊 他是上会下信 那个 尤才送信的 你为什么又上又下呀 老是上上下下呀 难道你不住这儿吗 开玩笑 你老是上上下下 你不是住在这儿吗 怎么上上下下 有的有的时候 我要到狠村去啊 下了 到台北就上了 这是笑话 所以本来这个上下两个字 也不能随便这样乱用的 现在这个上下也很乱 上下也很也很乱啊 那么我有一篇关于这个 读音光大使文操记的文章里面呢 已经写出来不久可以看到 那么现在这个佛教啊 好的流传下来 忽然是不错 有些地方的这个流弊啊 不正确的流弊 应当要改才行 现在统统都上下下来了 很好笑 甚至有人啊 不懂这个上下的用途啊 我曾问过年轻的比丘尼 他刚出家受计 没有多久 我问他你叫做什么法名啊 他就自称我上某下某 这是大笑话 他自己称自己上某下某 这不是笑话吗 简直不懂 他在建台里不想要怎么学的 而且这个人还是受到高等教育 所以现在的佛教啊 真难言斋 我不想多说了 这是题外的话 因为出家人信尸啊 这就是后复这个正义欧含金的说法 这只要你是中国的出家人 外国的我们不问啊 外国与我们没关系啊 那么只要你是中国的出家人 承接道安法师的遗教 出家人都是信尸啊 那么波比赛就问他信什么 所以师不问信 还有道教 道教他修仙呢 是求长寿的 求长生不老的 如果你看到道教修仙的人啊 你不可以问他几岁啊 道不问年 看到修仙的道士 如果你问他这位道士 我请问你吉尼归会啊 哦 那就是失礼了 哦 没有礼貌啊 因为他是不能问他几岁的 因为他要求长生不老 既然长生不老啊 他就不愿意人家问他几岁啊 从前我在石头山 山上有一位老比丘尼啊 精神少少有点不太安定 但是有的时候讲话很有分量 有一天有个人问他啊 他叫修果呀 客家人嘛 修果是你吉尼归会啊 他的大夫说 十多六就好 关于吉尼归会 蛮有道理啊 十多六就好 关于吉尼归会 这个蛮有道理 他虽然没有 不懂得什么修仙不修仙 也不懂不懂佛法 可是他有这么一句话 他说吃到老就好了 管他几岁啊 他根本就忘掉自己几岁 所以看到道士 不能问他几岁 不过现在在台湾啊 这种修仙的道士是见不到的 从来不曾见到 像李洞宾这一类的这个修道的人呢 是见不到的 石油尾弗啊 抓鬼的张天师 啊 那么这一类还有啊 那么真正修仙的老早就美了 所以从前在大陆流行有这么两句话说 啊 事不问性 道不问年 啊 这是很普通的常识 我们台湾人呢 有许多年这个常识还是不知道的 啊 您说佛教佛法很普及 哪里普及呀 打水路最普及 啊 你看看一年到晚水路打多少 传在家菩萨界最普及 啊 那么菩萨真多 很多菩萨当然是最好 可是这个菩萨呀 如果变成尼菩萨 那就很糟 啊 啊 那么现在这个今有三份 其是道安 关于道安法师的历史其他不必讲 也讲起来要会很多时间 如果你想要知道的话 哎 最近有一本书出版啊 叫做 啊 道安之研究 专门研究道安法师的 啊 专门研究道安法师的历史 他的著作 他的为人 他的人格 啊 这本书啊 他都把它研究的很清楚 把道安法师的所有的 对佛教对国家的贡献呢 都有很很详细的分类 而且还变成年仆摆在前面 这很了不起 很难得 这本书我看过 呃 假如你看高僧传不好懂啊 如果能够看看这个道安之研究啊 呃 很不错啊 对道安法师可以得到很大的帮助 尤其他对于中国佛教 那个时候还没有戒律 一传来 他能够定下这个规矩啊 把这个僧团那处理的很好啊 很圆满 这是非常大的贡献 很了不起的 对总和起来啊 在中国佛教史里面 道安法师对中国佛教的贡献最大的 有六种啊 现在不必说 那么去研究这个中国佛教史 呃 还有这个呃 最近的这个道安之研究 都可以做参考 好 经有三分 那么现在我们这一部法法经 一样有三分啊 不过这个法法经的三分啊 少少跟平常一般的三分不大一样 啊 现在可以翻开来看看书名 啊 这个法法经的开头 哦 经前面有一篇序啊 道玄律师的序 呃 我们不讲 因为这个序文字很深 如果要讲起来要花很多时间 能看得懂自己看 固然是好 看不懂也没有多大关系 呃 假如你要研究这一篇道玄律师的序啊 可以看 远因法师的呃 这个法法经红权序节 它有注决 可以做参考 我们这里不讲 呃 有些人讲经很奇怪 呃 他好像是 呃 书门里面有的字统统都得讲 呃 有人讲 阿弥陀经要解讲义 他根据这个圆因法师的讲义讲啊 他把前面所有的序啊 通通都讲 呃 尤其有些序文的相当高深 呃 除掉他写的人本人可懂之外啊 我一般人看起来啊 能懂个完全懂的 我看很少的 可是这个讲的人不懂 他硬讲下去 呃 而且把这个不懂的地方 他还要说出来 他花了几个小时研究还是不懂 呃 这是一个大笑话 实际上这些序讲他做什么呢 何必浪费那么多时间 你在讲经嘛 序呃 只是一篇序而已 能懂得自己看看 不懂不要紧 所以呃 我讲经就是讲经 经文前后的序拔 如果与经文里面没有 呃没有关联 无关紧要的地方 我们不讲 所以只讲经文 所以只讲经文 前面那个呃 序呃 如果要研究的话 我贡献你一个参考资料 就是原音法师 有一部法法经 法法经红传序节 在原音法师的法会里面 收诊有的 嗯 现在法法经我们用的这个官科啊 科判就在书名上 呃呃 呃 本来第三是品题 现在把这个品题的序评啊 合并在序分里面讲 呃 品题有二十八 因为经文七卷二十八评吗 就有二十八个品题 当然是先讲序评 而序评的意义啊 就合并在三分的序分里面讲 这里所说的三分跟通图的三分不大一样 通图三分啊 这是序分正中分流通分 现在法法经经文阅这个本集两门来说明啊 集门跟本门有两门 那么因此这个科判就是很特殊 所以你看这个入文为三 书名下面的入文为三 啊 用夹一比零来分这个母科子科 夹一 通序基本两门 这就是通序 这就是序分 序啊 第二 夹第二 别说基本两门 就是内容啊 基本也有三分 本门也有三分 所以叫做别说基本两门 第三 流通基本两门啊 那么这是本经的三分的特殊 跟普通一般的序正流通不一样啊 有这个分这个三分 现在先说明这个三分的意义啊 你不要把这三分看为平常啊 这三分呢 是提出全经的要领啊 所以古人对于这三分有个比方 他说一部经啊好像一个一个人 一个人生啊 经的序分啊 好像人的头脸 就是熟了 这个序分啊好像一个人的头脸啊 头熟的一部分 比如我们看人啊 一见面 看到他的脸 就可以知道这个人的情况了 啊 所以这个 呃 郑王的这本书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说 入门修问永孤世 但看永远便得知 你只要看到那个物主人啊 看到这个主人的永远 容孤世 啊 那怎么能知道你 但看永远便得知 你只要看到那个物主人呢 看到这个主人的永远 容貌 颜色 你看到这个人的容貌颜色呀 您就可以知道这个人的家庭 是容是姑 是好是坏 是急 是急是凶 啊 乃至这个人的 呃 至于嫌不受都可以看得出来 啊 所以我们看人 一看到这个人的脸 就可以知道他的一个大概了 所以一部经你看到这个序分呢 你就可以知道这一部经的内容的殊胜点 所以这个序分啊 就是好像人的一个头领 啊 如人手了 头领 正中分啊 就是好像人的全身 人身 五脏六腹全身 啊 那么这个正中分就是人的主干嘛 就是这个人身的全身 五脏六腹啊 正中好像人的全身 啊 那么这个流通分啊 就好像手跟脚 脚能去咔 他会走动啊 可以走动 手可以拿东西啊 啊 这个流通分是流传到未来的 所以经的流通分呢 好像人的手脚 啊 一部经就好像人的一身 看他的流通分 就可以知道这一部经的流传情话 啊 所以流通分好像人的手脚 呃 近代游有人有这么一个比方 他说这个序分跟正中分呢 好像点灯 燃灯 好像点灯啊 啊 点灯燃灯 当下照亮当时吗 啊 这个流通分呢 好像传灯 这个灯啊 灯灯相传 流传下去啊 流通分好像传灯 这个比方也是蛮好的 很有道理 嗯 如果论这三分的当时的利益 论三分的十一来讲 续分正中分呢 是当时的利益 佛说法当时的利益 比如释迦牟尼佛在03会上讲法法经 当时听众所得到的利益 就在续分正中分 当时就利益啊 当然流通分也说当时利益了 但是流通分流传到未来 所以流通分不但是当时利益 也利益后来的众生 利益以未来众生 所以流通分也利益未来 未来就是后来的众生 都得到利益 举例说 我们现在 距离释迦牟尼佛入灭的时间 已经两千几百年了 以古说将近三千年了 那么既然佛入灭这么久了 我们今天还有佛经可以读 这不就是流通的功德吗 假如不是流通一直把这个佛法继续流传到今天 那我们怎么还有这部佛法经可以读呢 这就是流通分的功德 这流通 是流通于未来 是未来众生得到利益 所以约利益讲 序政主要是当时利益 流通是利益未来 这都是很有道理的说法 所以经文有这三分呢 是很有意义的 那么按照这三分 前面所说的 第一通续基本两门 这一个续分呢 这个通续的续分呢 就是从这个续评开始 一直到这个列众 听众列完了 后边到了这个退座一面 到了那个退座一面 那个地方啊 就是属于通续基本两门 第二别说基本两门啊 就是儿时世尊以下 一直到常不清菩萨评 到常不清菩萨评 这就是别说基本两门 从这个如来神利评 第二十一以下 那就是流通基本两门 流通基本两门 那么流通基本两门 这一刻啊 也就是后边的八评 从如来神利评以下 属内评 一直到普玄菩萨 见法评第二十八 这就是第三 流通基本两门 那么把这个 三分的段落分清楚之后啊 然后就要讲这个续分啊 关于这个续分的文字啊 我们留到下次再讲 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啊 下午 中文字幕里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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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难自己承担 让众生得幸福 那么总的来说 但愿众生得幸福 不为自己求难乐 华阳经这样叫什么的 一切做一切事情 都给众生摸幸福 不是为自己拜禅啊 念佛啊念经跟着 都是为了重心 这就发福的心 在你的思念当中 为了自己 如果是不会发呢 你就念啊 不为自己求难乐 但愿众生得幸福 这就发福的心了 待众生忏罪 待众生忏罪 说大家拜忏 如果你拜忏 到这个忏时你拜忏了 我不为自己消我自己业障 我只想给众生消业障 众生业障消了就好了 我带着罪障 带着罪障 没关系 那你自己当然也在累了 这叫发福的心 如何发财 如何发财 很简单 做布式 我给大家讲个故事 一个贫女 很穷 逃口 要饭 没有钱 他哪有钱呢 突然间捡了一枚金钱 这枚钱是金子住的 他捡了金钱 他就想了 为什么我这么穷 人家那么有钱 我没有供养三宝 他说这回呀 我可有了钱了 我供养福 怎么供养呢 他到油铺 卖油的店里 他就把这一枚钱 全买成油 这个店 这个油老 店里油老板 问他 说你要打油 得拿个家具呀 我把你油搁到哪里呀 油是流动 他什么都没有 他说我这钱呢 是捡的 我因为穷 我想供养福 老板就也很感动 说好了 我给你拿个罐 罐的是我的 油是你的 这个贫女 把这个油 就倒了一个灯里头 还不是主灯 就倒了一个灯 他供养这天 波斯密王 挖了十车油 十车呀 把所有油灯都填满 搁到那儿 也是都把灯填满 点上了 你凭你这个灯呢 灯也不太大 但是光明特别大 比那个波尼共的灯光明都大 那第二天早前灯要灭的时候 这赶上沐显连尊者当 灯 当职人 轮流的大家当班 那沐显连尊者 和别的灯啊 都灭了 就是这个灯灭不了 在这个时间 佛就出来了 说这个灯啊 你的罗汉的神通力量 灭不了的了 这叫洁净石 什么叫洁净石呢 说他全部财产 都供养灯了 那个贫女间 全部财产啊 全部财产啊 完了他 佛就特别把他 把这贫女找来 给他说法 他正得阿拉罕国 就是一个灯 这叫洁净石 说这个不是得大和小 没标准的啊 我说想发财 我跟好多道友想发财 一边要想发财 一边挥火浪费 发了财来为了什么呢 享受 假使你发愿发了财 供养众生 那又不通了 要想发财 别乱花钱 我们台湾的道友 台湾的这个 高望远 到了广东啊 到了上海 发了财了 发了财了 他不是一面供养三宝 也不是在生产 有些个大家可能听到的啊 到那些包二奶奶 包三奶奶都来了 他就享受去了 这个发财 不长久的了 为了众生发财 这是世间财 像我们大家都在这发财啊 发什么财呢 这叫发财 发财叫吉福 不是发不了财 舍得 大家都会说这种 舍得舍得 你舍了才得 不舍呀 不得 感情放不下 这个我没办法 佛也没说 佛也没办法 你怎么样 对于佛的感情 对于三宝的感情 怎么样 我看你们大家 对待哈云法师 那师徒的感情 这个感情重了 别的感情就清了 别的感情去了 自然就放下了 转移目标 把你跟父母的感情 跟朋友的感情 转移到向佛 把跟佛的感情 严重了 我最近 就是我们台湾这帮地主 不是 我看见 跟法院年这么地主 对待师父的感情 对待就是 对三宝的感情 重了 那世间的感情就清了 对佛的感情 这不叫感情 那叫道 道情 道义 这就看你的信心的力量 我刚才讲 我们讲信心具足了 他对的 命是要生命 都不会舍弃三宝的 那就感情 感情得有感 才是情啊 感情感情嘛 对三宝的感 感三宝嫩 我说刚才 我说有一个题目 问我发财啊 我说你拜禅神也不灵 拜地藏菩萨发财 就是大了 就是经济不景气 你天天念地藏经 拜的地藏菩萨 生意蛮好的 我觉得来台湾 我有些道友 念地藏经 那他做什么贸易都好 自然就挣钱 假使说 我们把对待三宝的感情 像对待财富的感情 把它转成三宝 又发财 又入道 又可以不舍 三德 好了 我说